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 大家介绍 像是知识餐就大白帐啊,要承认大白帐啊,就引起一股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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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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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19号上午 当中国再次面对世纪之交的挑战 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 在时隔8年之后 再次踏上了他亲自倡导创办的深圳客区 小平刚到下榻的迎宾馆桂园 就对周围的同志说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 想到处去看看 车子穿过喧闹的罗湖市区 这里八年前还是一汪水田鱼塘 阳长的小路低矮的民社 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 林立的高楼锁入云端 工业区成片开发了 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小平看了很高兴 他说 八年过去了 这次来看深圳珠海和其他一些地方 发展的这么快 我没有想到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这一天 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 倾谈了办经济特区的问题 他说 对办特区 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深圳的建设成就 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 客区姓赦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 公有制是主体 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 就是外资部分 我们还可以从税收 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吗 多搞点三资企业 不要怕 只要我们头脑清醒 就不怕 我们有优势 有国营大中型企业 有乡镇企业 更重要的是 政权在我们手里 有些人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 三资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 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广东要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 赶上亚洲四小龙 不仅经济要上去 社会秩序 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父亲身边的邓南 向小平同志提起 1984年为深圳提词一事 小平同志将提词 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 是正确的 随后邓小平来到了黄港口岸 这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 共有一百八十条通道 他站在深圳和大桥桥头眺望 香港依稀可见 再过五年 离开祖国一个半世纪的香港 就要回到故土怀抱 实践邓小平的又一伟大理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也许人们对英国政坛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 与邓小平的那次世界性会晤 还记忆犹新 事后不久 1990年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从1997年7月1日 开始恢复行使香港主权 小平同志曾说 一国两制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公元398年 奴隶制的先卑族拓拔部落 占领中原后 允许那里的封建制度继续存在 其实整整一百年 封建制与奴隶制 在共存中日战上风 最终导致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 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的第二天 登上了53层的国贸中心大厦 深圳的建设者 用智慧和汗水 曾在这里创下三天一层楼的记录 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在旋转餐厅 小平同志俯瞰深圳世荣 一夜之城 尽收眼底 西方有句谚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然而西方观察家 却把一夜唱的美誉 给了年轻的深圳 深圳市委书记李浩 对小平同志说 深圳经济建设发展很快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巨人的伟大 就在于他能够高瞻远瞩 能够运筹帷幄 能够横渡沧海 在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关头 邓小平曾先后三次 发表重要讲话 忠心都是强调发展生产力 六十年代初 国民经济深陷困境 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至今这句话 亦是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七十年代中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狂热中 他提出了三项指示为刚 把发展经济置于刚领位置上 不久在反对两个凡事的论战中 小平又提出 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 中文贵的时候 只要不靠身份 不靠身份 不靠身份 开放发展 不靠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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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哪儿了 这个任何一条路都是宿流 都要是 还提出发展啊,要是人的生活提出原来,才会相处灭,才会永远通灭。 这为什么人丢的时间以后的社会会更好一些呢? 小平同志还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元安时期,我们是一手抓抗日,一手抓生产。 建设时期,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两手抓,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获取了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 小平同志在国贸中心大厦指着城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 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实干兴邦,空谈勿国。 靠写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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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文� 因为是不但没死人的身体更健康 十多年前 当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上映时 那奇妙的激光树还显得高深莫测 如今幻想不再缥缈 引进荷兰菲利普技术设备的深圳仙科激光公司 已成为我国第一个激光试畅盘工业生产基地 也是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生产这一高科技产品的国家 在公司贵宾厅 小平仔细观看了激光试盘功能的演示 当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 对身边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飞说 我今年88岁 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 世界上 señor红年珍 communism編为首领域 转同志和ふ对象 祝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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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键女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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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讽贵 ticket 牵柯深圳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代表 面对高科技产业群的兴起 外电评论说 邓小平的深圳模式是一条成功的资金和技术的传送带 小平同志兴致浓厚的来到新科人中间 公司董事长叶华明迎上前去 有人介绍说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于是小平同志握着叶总的手亲切的问 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 我是老四 哦 我们快四十年没见面了 是啊 我那时是小孩 现在五十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 在海南岛 在生产车间 小平特意询问了职工的年龄 叶华明回答说 大多数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听后很满意 很好 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 期望在青年人身上 仙科人难忘这一天 叶华明一代肖将的后代 更难忘小平同志的期望 他激动地说 我一直在党内老同志的关怀护养下成长 见到小平同志身体健康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们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 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二十一日上午 邓小平一行在深圳湾畔的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 横跨祖国南北纵观历史金西 阅览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名胜古迹和民俗文化 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 小平同志回顾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经济动策 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 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解决的办法之一 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 多交点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 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 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 小平同志用于研究新问题 十年前他就大胆地提出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 通过辛勤努力 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 层几何时 一时激起千层浪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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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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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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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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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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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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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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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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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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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